这现在是主要的很多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明细上特别未产 你这个毛利率基本上让我们感到痴心 宋总 我们认为你这个毛利率不可能是卖机械的 几乎要卖到别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20%几的 我们在这个行业没见过 你的意思是吧 我们把这个毛利率做高了 和实际属于实际 有一个呢 就是说从这个以前的这个财务报表上来讲 就是就是10年的报表上来讲 这个没有没有反应出那么高 但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预测上 给我们的数据都是很高的 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在未来的这个公司的规模扩张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还有可以引进新的融资手段 在这个手段上是不是有哪些障碍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跟这个相关的 就是说既然说这个养殖成本非常高 那么同时呢 蟒蛇的这个全身都是宝 其他蟒蛇身上的 比如说像蟒油 蛇胆等等开发 这些公司在这些公司在这方面有哪些计划 我能享受到他们的这个竞争的激烈和后的快乐 我从他们的创业中看到了一个追求执着 同时呢一种梦想的逐步的实现 那么当然我也看到一个问题 就在他们的梦想过程中经历过太多的艰辛 经过太多的艰辛呢 恰恰反映了城乡二员之间的差别 那么我们这次这个大赛的设计呢 就想从根本上来创造 城乡统筹的这个一种服务业 特别是金融服务业 来改变这种差别 让他们的梦想实现的过程中 不再孤独 不再那么艰辛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次大赛呢 实际上是给大家创业者第一桶金 初创者特别需要 那么我们给这种企业组呢 第一桶金是不是需要呢 他们更需要的 不一定是资金 他们是需要的这种投资的环境 需要的是深度的这个进步过程中 金融的生态 他们需要的是投资的群体的一种 这种山下游的一种关联 他们需要的是越过城乡的鸿沟 跟城市的竞争平等化 他们需要的是国际的视野 以自己的这种投资家群体的范例 而引起更多的投资家 一起改变城下员结构 这就是我们大赛的初衷 这也是我们大赛要的资本第一桶金 和创业者对接的初衷 这也是我们的口号 创新改变世界 创业成就梦想的初衷 谢谢 这就是我们大赛的初衷 这就是我们大赛的初衷 这就是我们大赛的初衷